海龙城公镇台11线119公里处 7日深夜发生严重车祸 而一辆白色轿车与一辆相行车 因为不明原因发生对撞 造成两车共有四人轻伤 一人重伤且受困车内 而警销货报赶到现场立即协助伤者脱困 并分别送往市区医院进行救治 而对车祸事故的详细发生原因 以及责任归属 目前则有带警方进一步的调查厘清 救护车紧忙将车上的伤患送到急诊室 这起严重的车祸事故 发生在7日晚间10点多左右 在台11线119公里处 一辆白色轿车与一辆相行车 因为不明原因发生对撞 造成两车共有五人受伤 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并受苦车内 警销人员货报后 立即赶至现场 将受困在车上的民众给救出 并送往市区的医院进行治疗 现场为两台轿车发生交通事故 一名患者受困于车内 昨日22时20分许 在台11线119公里处 发生两辆小客车的对撞事故 经查是苏星男子驾驶自小客车 沿台11线省道南往北行驶 因不明原因逆向与对象车道的 罗姓女子所驾驶北往南 执行之自小客车发生对撞 造成双方车辆车头受损 苏名与罗名及车上三名乘客 分别受到轻重伤 现场经救人员将伤者 送往台东基督教医院 及马歼医院救治 均无生命危险 苏名及罗名绝质均为零 据了解其中一台车 是来台东旅游 且受伤的伤者中 还有外籍人士 而目前整起车祸的事故 造势原因 以及后续的责任归属 目前则由成功警分局 深入调查厘清中 介绍成功正报导